上一秒还在跟自己调情的男友 下一秒却宣布了 和老板女儿结婚的喜讯 老板为了羞辱她 还故意点名 让她为两人做婚讯报道 爱丽丝看着眼前的一切眼含泪水 可始终想不明白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为了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悲惨 她只好强忍着泪水回家 直到进屋的那一瞬间 才放肆哭了出来 想起男友在台上坦然的笑容 她一时有些想不开 竟然打开了煤气灶 把鼻子叹了过去 还好一个消息铃声及时响起 才算是把她的思绪拉回来 如果你和她一样 正在受恋爱和生活的困扰 不如继续看下去 或许会有另一种答案 清醒过来的爱丽丝 坐到电脑前查看消息 没想到 竟然是之前是有人想要租住自己的房子 对方来自洛杉矶 也是一个单身女性 名叫阿曼达 与爱丽丝不同的是 阿曼达非常的富裕 而且有一家自己创立的电影广告公司 阿曼达本来是有一个帅气的男友 但由于阿曼达实在过于工作狂 导致两人在一起那么久 也只有过两次性生活 男友也是意料之中的出轨了 得知实情之后的阿曼达 也是快刀斩乱麻 果断地把男友扫地出门了 即使如此 男友站在门外 还指责是因为阿曼达不懂爱 自己才不得不出轨的 而且 阿曼达从来不会像别的女人一样 会因为分手哭泣 她实在是太冷血了 男友 还在滔滔不绝地输出 实在忍受不了的阿曼达 直接上去 框框给了她两拳 两人就这么潇洒地结束了 回到屋的阿曼达本是生气 她总是会搞砸自己的每一段感情 分手的时候 她也很想哭一场 但是无论她怎么努力 都挤不出来一滴眼泪 高压的工作 和乱七八糟的感情 堆叠在一起 让常年没有休过假的阿曼达 决定去休一个长假 她在网上搜索着 独自度假的去处 恰好看到了 爱丽丝发布的交换房屋的信息 就这样 两个人联系上了 并且约定在接下来的半个月的时间里 两个人会住进对方的房子 次日一大早 两人纷纷踏上了旅程 当爱丽丝达到阿曼达的豪宅时 虽然有心理准备 但还是被这气派的别墅 和豪华的勇士所震惊 她从来没想过 自己可以住进这样的房子里 显然另一边的阿曼达去 没有那么幸运 爱丽丝的房子非常的偏僻 连出租车都不愿意开进去 没办法的阿曼达 只好穿着自己的细高跟鞋 拖着庞大的行李箱 一步步的雪地上往房子挪过去 幸运的是 房子整体非常的温馨 是阿曼达理想中的房间 休整了一会儿 阿曼达去超市采购了一番 开了一场只有她的狂欢派对 在郊外的小房子 丝毫不用担心音乐会吵到领军 但很快 阿曼达就开始觉得无聊了 没有熟人 没有娱乐项目 周围如此的空旷 一旦安静下来 还是会被铺天盖地的寂寞淹没 冷静下来 阿曼达决定第二天返回洛杉矶 刚收拾完行李 打算睡觉 却被楼下急促的敲门声打断了 打开门却看到了一个 长相哭似求得落的大帅哥 阿曼达直接被吸引到了 一番交谈下来才知道 男人叫格雷 是爱丽丝的哥哥 阿曼达告诉了格雷 他与爱丽丝交换房屋的事情 格雷虽然惊讶 但很快就接受了这件事情 两个人相谈甚欢 暧昧的气氛也逐渐升温 两个人情不自禁地亲吻了对方 这是阿曼达第一次亲吻一个陌生人 这种悸动的感觉 让他很是炫愈 于是又一次吻向了对方 就这样 两个人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 次日一早 两人清醒过来 看着对方还是会有一些尴尬 此时格雷的电话事事响起 阿曼达习惯性的了 看了一下来电显示 是一个名叫苏菲的人打来的电话 显然格雷也是一个花花公子 为了不让彼此尴尬 阿曼达则表示 两个人以后不会见面 让格雷不要有心理压力 很显然 阿曼达并不知道一个定律 那就是 千万不要乱立flag 格雷也深识地表示 不会纠缠对方 但当他看着阿曼达深邃的眼眸时 还是忍不住说出了那句 阿曼达并没有回答他 格雷也不再纠缠 只是在临走前告诉他 如果他今天不走的话 可以去酒馆找他 他一晚上都在那里 很快到了登记时间 在阿曼达办理托运的时候 他突然想到了格雷 于是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另一边的爱丽丝 在阿曼达的大床上 刚刚醒过来 正在伴随音乐舞蹈的时候 一通电话声打断了他的快乐 电话的另一端 是那个宣布婚讯的男人杰斯伯 本来以为他是打来道歉的 结果仅仅是因为他的小说没了灵感 想要爱丽丝帮他写一下稿子 毕竟在之前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爱丽丝总是会无常帮他修改稿子 爱丽丝本不想答应他 可听着对方示弱的声音 他还是答应啊 挂完电话 正在懊悔的时候 门铃突然响了 原来是阿曼达前男友的同事迈尔斯 他带着自己的女友马鸡 来帮阿曼达的前男友拿一些东西 此时刚好一阵风吹过来 爱丽丝的睫毛上 沾上了沙子 迈尔斯贴心地帮他弄掉了 如此暧昧的行为 让爱丽丝的心都漏跳了一拍 因为阿曼达不在家 爱丽丝只好告诉他 他会联系阿曼达的助理 经过阿曼达的同意之后 再让他过来拿 两个人约定好时间后 迈尔斯就带着女友离开了 正巧这是爱丽丝 看到了邻居家的一个老人 刚好路过门口 晚上的时候 格雷来到酒吧 第一时间就在寻找阿曼达 看了一圈之后 并没有看到 只好失落地和朋友坐在一起 却在一抬头的时候 看到了正在向他微笑的阿曼达 两个人又一起度过了美妙的一夜 次日 格雷向阿曼达提议 希望两个人 可以有一场正式的约会 此时好巧不巧 又一通电话打了过来 阿曼达又一次看到 奥维利亚的名字 听到这个名字 格雷就直接出门去接电话了 这时的他 更加确定眼前的格雷 是名副骑士的花花公子 本来以为两个人会就此告别 没想到格雷回来 依旧是带着他去约会了 到了餐厅之后 一开始 阿曼达很紧张 格雷调侃他 这句话也是让阿曼达直接脸红了 很快 两个人的氛围就缓和了很多 两个人开始正式地介绍对方 格雷是一个编辑 妈妈是个女强人 爸爸是写历史小说的 妹妹也是一个作家 阿曼达也被格雷的坦诚打动 第一次敞开了自己的心扉 他父母离婚了 家里只有一个孩子 当父母离婚的时候 他每天都一泪洗面 导致现在他一滴眼泪都哭不出来 虽然刚刚因为男友出轨而分手 但是 他还是没办法哭出来 听完阿曼达的讲述 格雷很是触动 他告诉阿曼达 其实他是一个爱哭鬼 当他看到一本好书 一本好电影 或者一个用心做的卡片时 都会流泪 阿曼达听完这话 并没有说什么 只当时格雷在安慰自己 两个人在一起吃了一顿愉快的午饭 之后 还像正常情侣一样 携手逛街 一起追逐打闹 在街上忘情地拥吻 如此美景和美人足以打动任何一个人的心 当约会结束之后 格雷开车送阿曼达回家 下车的时候 阿曼达还是拒绝了让格雷进屋 他知道自己九天后要离开了 他不想两个人的关系变得太复杂 同时 内心也害怕自己会动心 格雷也明白 阿曼达的纠结 但是他并没有为难他 只是默默地开车离开了 这天艾丽丝开车出门的时候 意外看到了之前看到的那个老人 他一个人走在路上 艾丽丝也是明白了 老人可能是迷路了 于是主动向前提出 再老人回家 在交谈中得知老人 名叫亚瑟是一个编剧 把亚瑟送到家之后 他无疑看到了 老人在电影节取得的各种成就 获得的无数的奖杯 再看着眼前沟楼凄凉的亚瑟 和桌上吃剩的食物 他内心有着一丝动容 于是委婉地询问亚瑟 是否可以跟自己一起吃饭 因为自己没来过洛杉矶 也没有认识的人 亚瑟很开心地答应了艾丽丝的邀约 两个人来到餐厅 艾丽丝耐心地听着亚瑟 讲述着关于自己的事情 原来17岁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在好莱坞闯荡了 虽然当年很辛苦 但是想到自己创作出的 那么多的好电影 心里还是觉得很快乐 艾丽丝耐心地 夸赞着亚瑟的成就 亚瑟问 艾丽丝为什么会想起来 和别人互换房屋 艾丽丝说自己只是不想见到一个人 说着说着 艾丽丝就不可控制地流下了眼泪 亚瑟一阵见血地指出了艾丽丝的问题 艾丽丝明白了 自己内心症洁的所在 他看了三年的心理医生都没有用 但刚刚认识的亚瑟 却一眼地看出了他的问题 两个人的友谊 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放后两个人回到住处 亚瑟还喊来自己的朋友一起 来和艾丽丝开派对 此时正好迈尔斯过来取东西 顺带还为艾丽丝带来了 他前男友寄过来的小说出稿 艾丽丝也只是随手放在了一边 并邀请麦尔斯来参加派对 麦尔斯也是一个社交达人 很快就融入了进来 麦尔斯是一个风趣幽默的人 艾丽丝也在无形中被他吸引 当麦尔斯提起他的女友马基 在外地拍戏的时候 亚瑟注意到了 艾丽丝看向麦尔斯的目光 很自觉地带着自己的小伙伴离开 方便年轻人可以多聊聊天 派对结束之后 当两人告别的时候 本只用一次的吻别 麦尔斯还是主动吻了 艾丽丝两次 真是一个美妙的夜晚 另一边的阿曼达在泡澡的时候 突然想明白了 于是 他来到了格雷的家里 敲开门却发现 格雷看到他的时候很局促 他以为是自己打扰了格雷的好事 正准备离开 一个小女孩走了出来 还没等阿曼达缓过来 另一个女孩也走了出来 两个孩子 一个叫苏菲 一个叫奥维利亚 阿曼达想起来了之前的两通电话 他知道自己误会了格雷 在女孩们的邀请下 阿曼达只好走进了屋内 他第一时间在寻找女主人 却发现 屋内什么人也没有 孩子们热情地邀请阿曼达一起玩 格雷无疑是一个好爸爸 他会为了女儿们的喜欢装扮鬼脸 还会为女儿们搭建温馨的帐篷 也会贴心地陪伴着女儿 他们四个人一起躺在帐篷里 难得的亲情 让阿曼达有些失神 孩子睡着之后 格雷告诉阿曼达 其实他有过一段婚姻 妻子在两年前患病去世了 留下来两个女儿 在这两年他每天又当爹又当妈的 他不知道 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跟阿曼达说 他怕阿曼达嫌弃他 也怕如果他带着阿曼达见孩子们的话 当阿曼达走之后 他不知道该如何跟孩子们解释 可阿曼达并不介意 两个人之间再也没了什么秘密 因为与亚瑟建立了友谊 爱丽丝经常会来看望亚瑟 并且会把新建拿给他 这天他看到了一封信 被亚瑟随手丢掉 他疑惑地询问亚瑟原因 亚瑟却说 那是编剧工会寄过来的 他们想要为亚瑟举办一个致敬晚会 但是亚瑟不想在众人面前 推着助行器走向台 迎接众人同情的目光 爱丽丝在经过亚瑟同意之后 打开了信 看到了心里的东西 他告诉亚瑟 如果亚瑟去参加晚会的话 他可以帮助亚瑟自己走向舞台 并且自己会当他的女伴 亚瑟根本不相信 爱丽丝带着亚瑟来到泳池 借助水的福利 让亚瑟练习着走路 显然这个办法是有效果的 很快亚瑟就可以自己行走 虽然缓慢 但还是有效 就这样 亚瑟答应了去参加晚会 这天爱丽丝和麦尔斯 相约去店里租赢影片 两个人正在挑选蝶片的时候 麦尔斯却看到了窗外马基的身影 马基挽着一个高大帅气的男人 麦尔斯冲出去质问马基 就这样 两个人还是分手了 虽然麦尔斯是个好人 但是他们 还是分手了 失魂落魄的麦尔斯 向爱丽丝倾诉着自己的伤心 爱丽丝非常能理解 麦尔斯的心情 她用自己的经历 安慰着麦尔斯 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 无论我们是怎样的变换发行 或是去健身 亦或是去喝很多酒 但是已经会在午夜的时候 反复的时候 不明白 自己到底是哪里错了 是不是自己误解了对方的意思 甚至有时候 会愚蠢地说服自己 当对方想通之后 还会回来找自己的 当经历过这一切之后 日子还是会继续 我们还是会再遇到 值得付出的人 然后一点点地 重拾我们的自信 那么多年浪费掉的人生 到最后 都会成过眼云烟 麦尔斯被爱丽丝的一番话打动 两个被抛弃的人 选择在一起互相取暖 他们一起度过了 一个难忘的圣诞节 两个人决定一起 陪伴亚瑟去晚会 他们贴心地 为亚瑟挑选礼服 麦尔斯还为亚瑟 制作了专属他的音乐 坐在一旁的爱丽丝 听着麦尔斯弹奏的音乐 心里万般出动 Iris If you were a melody I used only the good notes 他也为爱丽丝 写了一首曲子 两个人都为彼此动心 但是都没有捅破 这层窗户纸 次日两人吃饭的时候 麦尔斯接到了 马基的电话 意料之中的麦尔斯 还是选择去找了马基 回到家的爱丽丝 也迎来了自己的惊喜 前男友杰斯破来了 他想和爱丽丝 重归于好 一直表示自己忘不掉爱丽丝 他想要二人重新开始 还为爱丽丝描述着 他们美好的未来 一开始 爱丽丝很激动 可逐渐的她 听出来了不对劲 原来杰斯破 并不打算和未婚妻分开 他只想坐享其人之福 想要爱丽丝当自己的情人 这样的话 他们还可以维持之前的关系 这番无耻的发言 让爱丽丝彻底清醒了过来 你永远没有对我 你毕竟不断了我的心 每次装作一副 好像都是我的错 我爱你爱到失去理智 这几年 我一直在惩罚自己 现在过了圣诞节 你又跑过来找我 其实你根本就快结婚了 这一点就足够让我说 我们结束了 说完就果断地 把杰斯破撵走了 他终于摆脱了他的噩梦 可以去迈向自己新的生活了 另一边的阿曼达 却没有如此幸运 他与格雷发现他们 是如此的契合 但是他们两个 不在同一个地方 远距离的恋爱 会让人很是痛苦 一向悲观又理智的阿曼达 告诉格雷 他们之间有两个选择 如果他们选择维系这段感情 那么一开始 或许他们会偶尔坐飞机 去看对方 但是用不了半年 两个人会因为各种原因而失约 随机而来的 就是不停地争吵 直到最后 两个人互相怨恨地分开 如果他们不在一起的话 就趁着分开前的八个小时 尽情地享受生活 让离别前的时间 尽可能变得精彩 格雷 被阿曼达悲观的想法震惊到了 他不明白 为什么阿曼达会这么想 不是因为你即将要离开 而是因为我上头了说胡话 是因为我真的爱上你了 这种感觉实在太美妙了 虽然我有两个女儿 你和我在一起不太划算 阿曼达也被格雷的真心告白所感动 但是阿曼达的理智告诉他 珍惜眼前就好 不要轻易相信承诺 到了该走的时候 两人也不得不分别 他们都装作云淡风轻的亲吻告别了 坐在返程的车上 阿曼达想要即将要离开 整个人变得焦躁不安 他看着手里的机票 觉得愈发的痛苦 他竟然因为即将失去格雷 而流下了眼泪 这时候 他才意识格雷对自己的重要 于是让司机掉头回去 雪地开车很慢 等不及的他独自一人跑向了格雷 而格雷也如他自己说的那样 是一个爱哭鬼 正在因为阿曼达的离开而痛哭 两个人紧紧相拥在一起 阿曼达也终于拥有了真正相爱的人 另一边的爱丽丝按照约定时间 挽着亚瑟去参加了晚会 本来以为是一个小小的晚会 可没想到 现场竟然那么多人 可想而知 亚瑟是有多么的让人钦佩 这是他应该有的体面 在上台的时候 亚瑟也是选择自己一个人独自走上台 虽然缓慢但也坚定 晚会刚开始 麦尔斯也到来了 原来当时马基把他喊过去 是为了挽留他 马基劈腿的对象也劈腿了 于是马基又想到了麦尔斯这个备胎 就哭诉着想要和好 麦尔斯过去 也是为了拒绝他 其实麦尔斯也早就对爱丽丝心动了 爱丽丝明白了这句话意思 用一个吻回答了他 所有人都迎来到了自己的美好结局 到了除夕这天 爱丽丝带着麦尔斯回到了英国 和阿曼达 还有格雷和他的两个女儿 六个人一家团圆 两对情侣在浪漫的氛围下 忘情地舞蹈着 全片完 这部电影是上映于2006年的爱情喜剧片 恋爱假期 虽然电影中还是有很多老套的圣诞元素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它绝对是一部很好的治愈电影 我们很多人在爱情中 无非就扮演两种角色 一种是无私奉献的爱丽丝 一种是无法共亲的阿曼达 可无论是什么样的 最后都无法得到自己想要的 他们交换了生活 体会到了自己之前从未有的体验 才让自己得以救赎 就如同爱丽丝安慰麦尔斯的一样 生活总是会继续的 那些痛苦的日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 都会言消云散 我们能做的只有 在痛苦中 一点点捡起自己的自信 不再害怕 不再彷徨 顺其自然地等待下一个值得的人出现 好了 今天的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电影 记得点赞订阅收藏哦 我们下期再见